進來的時候我就說我每一場都要跳舞 我要把它當大街舞時代 理想型嗎 Jenny Blackpint的Jenny 那你也是外貌協會嗎 外貌協會 你是 那進流之後是外貌協會嗎 把大嘻哈等大街舞時代 Young boy Melody理想型是Jenny I hat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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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早上來 我去台日 我覺得那時候好像 是我自己爆 公司都不知道 進來的時候我就說我沒想到要跳舞 哈哈 我要把它當大街舞時代 我把它稱之為 肢體饒舌藝術家 男團BTOD出道的齊陽 從街舞圈跨到嘻哈圈 Young boy Melody參戰大嘻哈2 俐落舞步則是她的金字招牌哦 節目裡這首你的名字 還在音樂平台 賭下熱門榜No.1 張開雙臂擁抱成片心愛 小熊擁有宇宙就能想起你了 帶走你的美子 讓時空交走了我們 TuneSore 空出演這一刻 在湖邊反射 等你能活 我以前就不知道 我對星星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她還要告訴我什麼 哈哈哈哈 那一陣子就是跟前女友分手 分手前跟分手後 我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前有一部叫你的名字 日本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平行宇宙交錯 那種感覺 創作的時候有一些過去有限嗎 有耶 我之前在家裡練的時候 就是練到快哭了 我一邊跳來一邊覺得 哈哈 那你們自己未來的理想型 理想型嗎 Jenny Flatpint的Jenny 外型啊外型啊 我喜歡有才華的 那你是外貌協會 外貌協會 外貌協會 你是 然後金牛座是外貌協會嗎 前面幾集我比較快表現出 比較自然的樣子 然後可能他們就覺得 這個很自在 但是我本來就這樣子 節目黑馬 然後我覺得大家其實蠻多人都可以被稱作節目黑馬 我最近蠻喜歡 Alpha 他音樂風格我聽的時候就會覺得 很有grooving 然後他又很穩重 我有時候嗨起來的時候我會控制不住 然後音樂就愈做愈爆 如果是要講假想什麼 我覺得他是可能是我一個目標的 你不是說他最吵過來是你 蛤 你的表演 真的嗎 真的 感謝你 等我回家是我聽最多次的一首歌 欸現在開始褲箱 沒有耶 因為沒辦法啊 他就一直跳出來 有一些 有一些點 我覺得 想跟我想像不太一樣 就例如他可能會 有一些主題 如果我是要堅持我 表演上面的真實感 或是自然的 那我可能 那些詞我沒有經歷過 我就會寫比較痛苦 網友蠻多人說我寫詞很水 看到的時候我不知道什麼是水的意思 哈哈哈哈 那什麼內容啊 就是比較 比較 輕腹比較沒有細節這樣 對 那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海真的蠻水的 哈哈哈哈 啊沒辦法啊 唱唱跳跳我還要 對 所以我也沒有說 一定要 一定要冠軍 我想要 在這個舞台上 測試我的表演 我覺得在台上跳舞 還比唱歌再更 可以進入那個很自然的狀態 你家人是有 一開始就支持嘛 還是他們當中是有些勸量 我很從小就是 不想讀書 我以前就打籃球隊啊 然後打一打什麼腳 膝蓋一直受傷 然後我後面又跑去跳舞 然後他就說 你不要跳那個逼迫 頭在地上轉那個不要 所以我覺得我家人都蠻 開明的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很支持 我才會覺得更 更 啊 更沒有回頭路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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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